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韓國瑜視察疫情熱趣 如果攤販遇到民眾嗆聲 儘管韓國瑜沒有特別反應 但卻讓身邊支持韓市長的資訊里長 跳出來抱不平 騎機車的婦女跟她做秀 我當面跟她說 台灣就是有你們做一批XXXX的人 人家做得要死 你再被人貪汗 讓你們貪汗貪汗 為韓市長講話 這位是當地前里長莊元榮 太太是現任里長 看到韓國瑜親自視察 就連又黑又悶的地下室都下去了 她說換成是城局根本不可能 但可別以為她很藍 她原本可是民進黨創黨黨員 第一位蘇嘉全 1986年民進黨創黨大會 最前頭長期的就是現任立法院長蘇嘉全 第三位就是30歲的莊元榮 2004年228牽手護台灣 也有她的蹤影 還是停扁大將 但自從第一次投票給城局後 就後悔了 是比較純粹的手 我們看到 要求比國民眾更百多 不是她的人 幫你排除得臨臨臨 那是她的人 要把他推出什麼東西就有 那不是她的人 幫你排除得很清楚 周元榮自稱已經十年沒交黨費 不滿城局作風 連一條爛路 申請重鋪 都沒有韓市府來的阿莎里 我給她競技 我給她競技一條道 我給她競技三個都沒有合法 韓市長之後 他們有答應說 今年就會給她做得好 儘管有僧侶背景 但從陸屏到登革熱防治 韓國瑜的拼勁 都讓這位資深里長深深感動 現在的她 對藍綠惡鬥厭惡 只挺真正肯做事的人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